歡迎打開Ruby頻道 這是本週影劇新聞EP9 我們即將告別2023 因此這一集會有很多的年度回顧 今年電影的票房冠軍 玩具、電動玩具還有核彈 2023年全球電影票房冠軍出爐 排在第一名的是芭比 全球賣了14億的美金 第二名的則是超級瑪莉歐兄弟電影版 也是接近14億美金的票房成績 賣得相當的好 第三名的則是諾蘭今年的芯片奧本海默 賣了9.5億美金 第四名的是漫威電影星際異攻對三 全球大概賣了8.5億的成績 第五名的則是玩命關頭X 唐老大賣了7億 第六名的是動畫電影 蜘蛛人穿越新宇宙 也是賣了接近7億的成績 第七名是在美國賣的 還是很不錯的正任版小美人魚 第八名則是 阿湯哥不可能任務致命清算第一章 第九名則是 道吃甘蔗靠著口碑撐起票房的 元素方程式 第十名則是 蟻人與黃蜂女量子狂樂 這是全球票房的前十名 如果只看北美的話 捍衛任務4和自由之聲 則是排在第九名還有第十名的位置 今年的電影市場比起疫情前 可說是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有票房分析師說 觀眾變了 環境也變了 從前觀眾想要看壯觀的場面 還有拯救宇宙的劇情 現在觀眾更想要進電影院 找共鳴 找歡樂 找啟發 的確在大家生活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普遍會想要進電影院裡面 找到一些尋求慰藉的電影 像是能夠讓人重溫童年的 巴比亞 瑪莉歐 或者是忍者櫃 你也期待進電影院去看 哪一個你的童年 童年回憶嗎? 我想要看剛出道的周杰倫 而台灣2023年的電影票房前十名 有什麼不一樣呢? 拿下第一名的 也是台灣觀眾的童年回憶 灌籃高手 這是幾十年前 風靡全台的這部漫畫 他的第一部電影 雖然被人批評說 脫離原住 根本就是工程傳 拿兩分也可以去美國 結尾的蛋糕更是無法滿足 等了多年想要看 哲北跟劉川峰一絕高下的老粉絲 但這部電影還是很風光的 拿下台灣2023年的電影票房冠軍 第二名則是 阿湯哥不可能任務 致命清算第一章 儘管在北美全球票房沒有很好 但台灣人還是很挺阿湯哥 第三名則是 《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 第四名是 《玩命關頭X》 第五名是 《超級瑪莉歐兄弟電影》 第六名是 《新海城》的動畫電影 《靈牙之旅》 第七名是 《捍衛任務4》 第八名是 《奧本海默》 第九名是 《芭比》 第十名是 《名偵探柯南黑鐵的魚影》 在這十名當中 有四部是動畫電影 其中日本動畫電影佔了三部 可說台灣幾乎有一半的電影市場 是靠這些動漫迷成起來的 另外 《阿湯哥》 《唐老大》 《基努力維》 這些老白男主演的 大型動作片的續集 還是買得很好 《奧本海默》 和《巴比》 都擠進了前十名當中 台灣電影則有一部 靠著新郎一號 還有新郎二號 而《超級英雄》電影則是 一部都沒有上榜 正如全球市場 大家不再為了拯救世界的故事 進電影院 而更是為了懷救 或者是一場集體的大型儀式 大家為了獲得那個參與感 而買票進電影院 今年你最愛的電影是哪一部呢? 好險她有聽媽媽的話 Sidney Sweeney 智報說 她高中的時候 因為自己的好身材 而造成了不少困擾 曾經打算要在18歲的時候 去做縮胸手術 好險她媽媽阻止了她 跟她說 將來你會後悔的 她明年的芯片 《愛愛愛上你》 跟《捍衛戰士獨行家》當中的筷子手 Glenn Poewell合作 並且也鬧出緋聞 傳出兩人在這一部 火辣的愛情喜劇當中 假戲真作 惹得雙方的男女朋友都很不開心 這對俊男美女 真的看起來十分的有化學反應 看這兩個人的海報 我真的有一種在看單身極地獄的感覺 身材較好的Sidney Sweeney 媒體總是愛關注她火辣的外型 給她眉乳女神的封號 小時候也對自己的大胸感到自卑了她 如今能夠很泰然自若地 展現自己的身材 她認為每一個人的身體都是美麗的 只要充滿自信 內心快樂時 別人就會真正地感受到你 真正的美 另外不吝色展現真實的美的是 我很喜歡的演員 貝瑞柯根 她在新片Sauberm 有一場在房子裡面全裸跳舞的戲 她在訪問當中證實說 我們看到的從頭到腳 都是她真實的身體 嗯 真的很真實 可惜的是這部電影在台灣沒有上映 但已經可以在Prime Video上面 找到這部電影來看 演出的有控制的Amy 裴春華 還有今年國外大紅的澳洲新男生 雅各·艾洛迪 糟糕米老鼠要變僵屍了 再過幾天 2024年的1月1號 迪士尼的招牌人物米老鼠 他的版權即將在95年之後到期 成為公共財產的一部分 大家可以自由的創作使用 前年到期版權的小熊維尼 就被電影片商魔改成砍殺片的主角 不知道米老鼠會不會加入 這個被惡搞的成員當中 或許我們有機會看到 僵屍版本的米老鼠 或者是你想要用米老鼠來開牛排館 或是早餐店都可以 但大家要注意 版權到期的是最原始版本的米老鼠 他沒有白色的手套 也沒有眼白的部分 其實看起來也蠻像被魔改的 什麼? 烏克蘭人愛看俄羅斯影集 最近俄羅斯有一部爆紅的犯罪影集 叫做不良少年的話 在串流平台上面拿到第一名 有數百萬的流量 可能因為他們被制裁了 所以沒有Netflix可以看的關係吧 不過這部劇除了在俄羅斯的境內大紅之外 也在和他們交戰的烏克蘭境內大紅 沒錯很有意思吧 烏克蘭政府當然是呼籲年輕人 不要去看這部影集 認為這是一種文化入侵 俄羅斯的網站其實也是被封鎖的 但大家就是愛看 所以就算用盜版的方式還是要看 甚至這部劇的主題曲 還在烏克蘭當地成為了Spotify 播放量的第一名 但放心 俄羅斯應該是不會在裡面加入 什麼普丁思想普丁語錄的 因為俄羅斯當地也認為這部影集 有美花幫派 散播不良思想等等的負面主題 因此莫斯科有很多政治人物 呼籲把這部劇給禁掉 依照我的理解 如果兩邊政府都想要禁這部劇的話 那他應該是做對了什麼吧 一部比一部慘的電影 今年真的是超級英雄 很悲慘的一年 上週上映的隨行俠士弱王國 果然在一連串的負面新聞影響下 首都票房只有上一集的一半多一點 可以說是很悲慘地結束了整個DCEU 而已經離開DCEU的創辦人查克史奈德 他在Netflix上面的芯片 雖然沒有龐大的票房壓力 但也得到了大量的負評 該劇的編劇出來說 我不看影評的 我們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 每一個人都有權利 對他看過的電影支支點點 而且每一個人看完電影之後 都會有屬於他自己的觀影體驗 可以喜歡也可以不喜歡 影評的好壞 從來就不等於電影的實際成績 聽完他這樣講 我覺得不看影評不是什麼大問題 但我懷疑他的是 他是不是也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李善君離世 這是一則令人難過的消息 寄生上流 我的大叔的韓國影帝李善君 今年被捲入了一連串的醜聞風波 在被警方偵訊之後 他和許光漢原本要一起演出的韓劇 很快的將他換角切割 事後雖然他證實了自己沒有吸食藥物 但也被爆出了被婚外情的對象勒索 威脅 原本愛妻 形象超好的他 身世也因此一落千丈 三天前 他在接受警方的第三次詢問 在19個小時偵訊之後說自己已經全部誠實回答了 今天卻很不幸的被發現 在一處公園裡的車中沒有了呼吸 警方隨後證實那名男士就是李善君 他選擇了最極端的方式 終年48歲 這則遺憾的消息讓韓國社會開始在討論 這是不是一種輿論殺人的反省風向 不管新聞再聳動 大家在網路上面酸人罵人之前 還是要多想想你指責的對象真的是一個人 最後跟大家分享 IMDV 選出來的 2023年的十大好劇 第一名的是 HBO 的最後生還者 第二名的是 Disney Plus 上面的亞蘇卡 第三名的是 HBO 上面完結的 《繼承之戰》第四季 第四名的則竟然是 Netflix 第七季的黑警 第五名的是 Disney Plus 上面的曼達若人的第三季 第六名的是 Netflix 的航海王 第七名同樣是 Netflix 的亞瑟府的沒落 第八名的則是 Apple TV Plus 上面的 泰德拉索 錯棚教練 去世多的第三季 第九名則是 Disney Plus 上面的大雄餐廳第二季 第十名的是 Prime Video 上面的新劇 V 世代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謝謝你的收看 這是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禮拜見 這個電影就osaic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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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